时光清浅,为书能言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母子师 欢迎您的关注 今天,我想要为您分享的文章是 人到晚年,尽量别像儿女伸手要着饲养东西 容易晚景凄凉 作者,乳风君 让我们一起来听 人老了,才明白 不论儿女能耐有多大 也不管住不住在一起 只要不想讨人闲 千万别伸手向他们要着饲养东西 否则,很容易伤害一家人之间的感情 落得晚景凄凉 一,钱财 演员毛小彤的父亲曾经坐牢 靠前妻每月打给他的四百元生活费过日子 从来没尽过做父亲的义务 可是,他眼看着女儿走浑后 带母亲过上了好日子 却不认自己这个父亲 在电视节目中,狮子大开口 要求女儿一次性给他五千万元的赡养费 现场的律师都忍不住了 说,都说女儿是贴心小棉袄 可是大哥,你想要的是貂皮大衣啊 毛小彤的父亲却表示 如果不给钱 他要一杆子插到底 带女儿一起下地狱 赡养父母是为人子女的义务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都没有明文规定金钱的数额 只要儿女尽心尽力 父母都理应尊重并理解儿女 不要向儿女伸手 要超出他们承受范围的钱 不然只会让彼此难堪 让亲子关系陷入冰点 提前为自己晚年做好规划 积攒一定的养老钱 不仅是给孩子减轻负担 也是一种高明与远见 第二样,服从 陈佩思和父亲陈强 儿子陈大宇 一家三代都是喜剧演员 喜剧舞台上的冤家父子 也是欢喜冤家 年轻人跟老一辈观念不同 时常有冲突 当爸的认为 既然站在舞台 就得正脸给观众 让观众看得清 眉眼神情 是演员最基本的规矩 做儿子的则觉得 该背过身去 就得背过身去 不要老守着老规矩 讲道理总有个对与错 一家人 却用不着分高或低 陈佩思自己也说 当年他和老爹陈强 一起搞创作 也总吵架 经常是 乐着乐着就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就又乐了 日子过得跟喜剧一样 嘴上不饶人 关心却是实打实的 不在乎谁输谁赢 有些老人 一辈子要强 到老了 也要当家做主 觉得子女亏欠自己 为自己养老是义务 自己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根本不懂得 为子女考虑 就算住在儿女家里 照样也横着走 这样做 注定会讨人闲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她的缘分 就是今世今生 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 渐行渐远 如果人生是一条跑道 那父母就是孩子的起跑线 但只能陪伴走一段路 注定无法到达同一个终点 封子凯年过半百时 家里最小的孩子 刚满18岁 他把儿女们召集到身边 严肃地和他们约法三章 一 父母供给子女 至大学毕业为止 大学毕业后 子女各自独立生活 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 父母义务 供给子女之义务 二 大学毕业后 考取官费留学 或进于官费之自费留学 父母仍供给其 不足之费用 三 子女婚嫁 一切自主自理 四 子女生活有余 而供养父母 父母生活有余 而供给子女 属友谊性质 绝非义务 五 子女独立后 以与父母分居为原则 双方同意同居者 属灵异性质 绝非义务 老话说 养儿防老 可是儿女长大后 也该开始自己的生活 对于中国父母来说 最难的一刻就是放手 父母与儿女注定会日渐疏离 要放下对孩子的依赖 接受分离的常态 让儿女走自己的路 过自己该过的生活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不给儿女添乱 比别的都靠谱 四 回报 陈道明只有一个独生女儿 从小富养长大 女儿陈格13岁的时候 陈道明就将她送到了英国读书 女儿想要名牌包 陈道明去法国参加电影节的时候 特意在LV店购买了一批皮革 回国后 亲手切割 缝制 滚鞭 免贷 花十天做好了送给女儿 谈起对女儿的期待 陈道明却说 希望她第一是身体好 第二是快乐 第三尽量地有所成 至于其他的 就交给命运吧 都说儿女是债 有的是来讨债 有的是来还债 上辈子若无相欠 这辈子又怎会相见 爱孩子的父母 总是想着 怎样能为孩子 多付出些什么 不爱孩子的父母 总是在孩子面前表公 我怎么怎么不容易 你们该怎么怎么孝顺我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 永远是向下的 生儿育女 是我们心甘情愿的 即便是没有回报 我们也会去做的事情 父母与子女之间 本应该互相体谅 互相关爱 不懂得体谅儿女的不义 终究会含了儿女的心 让儿女离得自己越来越远 让自己的晚年生活 不幸福不快乐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不知道您对此 有何看法和主张 欢迎您在评论区内留言 感谢您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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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聆听